第十题 向右前进的连续周期坡横坡 甲一柄三点的瞬间运动方向为何 老师上课讲过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图照描一遍 然后来判断 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看后面 我们的是向右前进 所以左边是后面 左边是后面 左边在下 左边是后面 左边在上 左边后面 左边在上 也就是说甲是往下 乙是往上 丙也往上 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 甲一柄三点的瞬间运动方向为何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B 甲向下 乙向上 丙也是向上